大家好,我想教大家廣東話 今天會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我是借了一個電影的名字叫做春嬌與志明 春嬌是女仔,志明是男仔 不過我講的故事跟那部電影是沒有關係的 春嬌和志明以前不是很熟悉的 他們在同一間公司上班 同事,同事在學校 但是不是很熟悉的 為什麼?當然 他們兩個人天天要上班,晚上要上學 各有各忙 即是Cherry,春嬌很忙 Jimmy,志明都很忙 大家都很忙,各有各忙 哪有時間認識對方 沒有機會的 志明看到春嬌每天都精精神神 就是很精神的 絲靛一堆 每天都絲靛一堆 在公司那裡經常跟其他同事開玩笑 經常開玩笑 覺得他很正確 這個人很精神 3點3 即是下午茶的時間 afternoon tea的時間 3點3 有時時打電話叫外賣回來 為什麼? 因為他想哄大家開心 週末有時還會鬧大家 一起去行山 鬧大家去郊野公園行山 所以志明於是覺得春嬌的生活 真的很精彩 經常有活動 經常行山 經常去玩 很精彩 所以志明就很羨慕春嬌 很羨慕他 後來志明越來越了解春嬌之後 他們的交情就越來越深 他們的交情越來越深 志明才知道其實春嬌 竟然因為有太多應酬 就覺得很憂鬱 應酬即是經常要參加很多人的活動 要見很多人 每次活動都要很長的時間 要應酬 去很多地方 有些少少麻煩 所以有人說 其實 什麼憂鬱 他這麼喜歡去玩 這麼喜歡出去 沒有問題 心情憂鬱 其實不是病 有些人說 而是因為沒有朋友了解他 所以解決的辦法 其實很簡單 就是找多些朋友 就是聊聊聊天 聊多些聊天 就可以了 不過呢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 有時候朋友太多 都是一個問題 春嬌就是這樣 他有很多朋友 但是他覺得 應酬太多 都會很麻煩的 春嬌的生活雖然十分精彩 但是 都有不開心的時候 智明也是一樣的 其實智明也是一個挺憂鬱的人 幸好他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就知道對方 each other 就知道對方要什麼 有時候春嬌就哄一下智明 有時候智明就哄他 大家都知道對方需要什麼 很多外國人就問 為什麼香港人這麼辛苦 時時都工作、工作、上班、上班 你不是不知道吧 你不是不知道 香港的經濟環境 最近幾年 真的差了很多 大家都知道 香港大部分行業的生意都不好 智明每天 為了做多幾宗生意 整天都想盡辦法 要搶客 想好多辦法 要多些客人 所以要想盡辦法 去搶客 客人就是customer 想要多些客人 想做多些生意 所以要想好多辦法 有時候就算身體不舒服 累到不想動 哎呀死了死了 不能動 不能動 很累了 他都沒有請假的 他都沒有吃電梯 沒有請假 偶爾 會不舒服 吃點藥 睡一睡 第二日起床 就繼續 死死地氣地上班 其實這個地氣的 沒有想過 但是 沒有辦法 無法回家 死死地氣 他都要回家 是這樣的 春嬌看見致明 春嬌見到智明沒有精神 就漏智明去他家玩 漏他,喂,來我家吧,漏他 我煮飯,我叫很多同事一起來 你也來吧,漏 漏智明去他家玩 那麼,春嬌就對智明說 喂,智明,智明,好心你啦 日做,夜做,經常都要做 休息一下,work hard,play hard 你不是聽過嗎?經常都要做 你明晚,next slide 你明晚有沒有時間來我家? 我叫幾個同事一起來 試下我煮的龍蝦衣麵和海膽炒飯 好嗎?試下吧 叫他一起來 有沒有吃過?龍蝦衣麵和海膽炒飯 智明就說,多謝你先啦 但是呢,去你家,我不知道買些什麼給你 買些什麼好呢,去朋友家 春嬌就說,用什麼買禮物呢 不用啊,不用買東西 隨便買啤酒 隨便買啤酒就行了 買啤酒就行了 不用買東西 智明說,啊 那也好,我不用買什麼那麼麻煩 好,之後大家就約好了 那些同事啊,智明啊 知道了,明晚,就是第二晚 就去春嬌的家吃飯了 吃晚飯,dinner吃晚飯 加上一些同事 一共六個人 就是說,春嬌,智明 再加四個同事 一共六個人 就一起去了 春嬌的家了 不過呢,智明呢,遲到 他遲了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他遲了半個小時 才到春嬌的家 為什麼呢 因為他去了街市 就買了一條兩斤重的石斑 石斑 有一個同事就說 哇,這麼大條石斑 吃不吃得了啊 這麼大條魚,很大很大 兩斤重 行不行啊 吃不吃得了啊 春嬌就說 唉,我們 這麼大班人 我們有六個人 吃得了有魚 就是說 不是很多的意思 有魚 吃得了有魚 就是說 吃完那條魚之後 還可以吃多一點 兩斤魚 很小而已 三斤我們都可以吃 所以現在 你買了兩斤魚 吃得了有魚 就是說 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 ability 是 more than more than just 這個 就是魚 兩斤重的魚 對他們來說是很少的 他們覺得吃完那條魚之後 還可以吃多一點 這個多一點就是有魚 吃得了有魚 原來是這樣的 他們真的吃很多東西 很大吃 我們叫 春嬌的家裡挺大的 大家可以一起進去廚房幫忙 進去他的廚房 去kitchen 那裡幫他做事 很快就有飯吃了 好了,吃飯了 看到了 哇 志文發現 春嬌真的很厲害 入得廚房 出得廳堂 即是說 他不只做事很厲害 他工作表現非常出眾 工作非常出眾 即是說 他的working performance 表現是很 outstanding 很出眾 而且 煮飯也一樣這麼厲害 所以他做事很厲害 工作很厲害 煮飯也很厲害 我們叫做 入得廚房 出得廳堂 哇 真的不是開玩笑 即是seriously 他們兩個一起合作的project 中文可以叫project 或者項目 無論多難做 通通都搞得有餘 意思是 志明和春嬌每一次合作 即是corroborate的時候 做什麼都做得很好 即是他們是一個完美的partner 做得很好 是搞得有餘 即是他們的ability 是很好 很高的 很難做的事情都做得到 我們就說 他們兩個人通通都搞得好 有餘 所以每次他們合作 every time when they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when they working together 老闆都很放心 老闆 即是他們的boss 都覺得沒問題 給他們兩個做 吃完飯 其中四個同事 有四個同事 就掛著打麻雀 不理他們 打麻雀 志明呢 志明不懂打麻雀 他說他不太懂打麻雀 就站在他們後面學習 站在他們後面學習 看看他們怎樣打 不太懂 看看看看 好 春嬌見到志明 站在後面 沒什麼做 就說 你這麼有空 沒什麼做 不管啊 不管啊 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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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碗 這麼多碟 還有筷子 你幫我洗碗 不管啊 即是 他 你不要再給我 excuse 我不管 你一定要幫我洗碗 洗筷子 其實呢 志明呢 就很討厭洗碗的 很討厭就是很不喜歡洗碗 不過春嬌叫到呢 唉死死地氣就去洗碗啦 是這樣的 死死地氣就是不想做 不過沒辦法 都要做啦 做啦 死死地氣去洗碗 行了行了 我洗啦 其實我也不喜歡的 不過都要做啦 這個就是死死地氣 死死地氣的意思 好 大家看到春嬌和志明兩個人 哇 他們這麼朋友 交情這麼好的 身邊一定有些八卦的人 Gossip 八卦的人 同事呢 就開始呢 阿滋阿滋啦 阿滋阿滋 阿滋阿滋 就是講很多話啦 那些同事阿滋阿滋 就說啦 咦 為什麼 做什麼 這個做什麼 就是不明白為什麼 做什麼 他們兩個時事都 在一起的呢 嗯 有問題 是嗎 好 怎麼知道 這麼巧就被阿春嬌聽到 春嬌在旁邊聽到 聽到那些同事在那裡 就是八卦 阿滋阿滋阿滋 好 春嬌就很生氣了 哼 大聲地說 關你什麼事啊 這個 關你什麼事 不關你事 那 志明 跟著就 不要啊 不要這麼大聲 細細聲 細細聲 跟阿春嬌說 喂喂喂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跟他們吵架啦 不要理他們啦 老闆不是懶的 老闆很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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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聰明的 她不是個懶的 懶就是個 很蠢 很stupid foolish 蠢 很猛 老闆什麼都知道 老闆不是猛的 公司裡面誰能做 誰不能做 一定騙不到他 公司有很多同事 有些同事 很聰明 有些同事很聰明 老闆全部都知道 你騙不到他 你想說謊 不用 騙不到他 所以喜歡八卦 喜歡說八卦 的人遲早 sooner or later 遲早 會有報應 他們會有 麻煩的 他做那麼多壞事 遲些 他會有不好的結果 這個是報應 可以嗎 喜歡說八卦的人遲早會有報應 所以他很細聲 跟春嬌說 不要理他們 他們八卦是他們的問題 不要理 這個就是 我今天想跟大家講的故事 有些難的地方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 竟然 沒有想到的 那些叫竟然 譬如說 他真的很論盡 很不小心 很不小心 竟然連護照也不見了 他打算去旅行 但是護照也不見了 那不能去旅行 去不了旅行 真的很論盡 第二個就是 心 交情很深 即是說 他們認識了很久 他們是很好的朋友 譬如我和阿輝仔兩個人 從小玩到大 很小過三歲四歲就認識的了 到現在了 認識了很久 交情很深的 即是說 很好的朋友 他知道我很多事 我也知道他很多事 交情很深 第三個應酬 跟英文差不多 譬如說 我的工作是什麼 我是一個銷售 廣東話叫銷售 銷售是什麼做 很多事做的 有很多應酬 所以放工之後 都有很多應酬 即是說要見很多人 見很多客人 見客 G-I-N-H-A-A-K 見客 即是見客人 即是見客人 我們可以叫做應酬 應酬 哄他 我想他開心些 譬如說 他每個星期一定會買一些東西 一定 即是Certainly Must be 一定會做的 他每個星期一定買什麼 買一束花 給誰 給女朋友 為什麼買花給女朋友 因為他想買花 哄女朋友開心 他想個女朋友開心些 所以買花 哄他 T-A-M M-N 哄他 好 我們去到春嬌的家 春嬌煮了兩樣很好吃的東西 第一個叫做龍蝦衣麵 龍蝦衣麵 有些人不喜歡吃龍蝦 不過 不要緊 我想說 龍蝦衣麵是香港一些很出名的 送菜 還有一種叫做海膽炒飯 上面你看到了 上面那些就是海膽 海膽炒飯 那 春嬌原來 懂得煮海膽炒飯 以及龍蝦衣麵 好 那 除了這個之外 我還有些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剛才我們學了一些圖案 是嗎 都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我們一個一個去看一看 第一個是 哪裏 哪裏 即是說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可以做到 譬如說 我每次 解釋一次 給他聽之後 就是 explain a lot of things to my friend 但是我的朋友呢 他很快就忘記了 my friend forget everything every time 每次都是這樣 那你說我 哪裏 頂得順他 我沒有辦法可以 不生氣 知道嗎 我想不生氣 我想不介意 但是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做到 那時候我會用哪裏 譬如說 我想買 我想買 澳門的報紙 我想看澳門的報紙 newspaper from Macau 但是 我不知道在哪裏買 現在我不可以去澳門 或者去澳門要付很多錢 很貴 所以 在哪裏可以買 哪裏都買不到 買不到 沒有辦法 那時候我就會說 在香港 哪裏買到澳門的報紙 即是沒有辦法 想做 但是做不到 好 第二個是 my得law my得law的意思就是 很容易可以找到辦法 叫做my得law 例如說 如果我想做身體檢查 做body check 應該去哪裏 很簡單 很容易 easy 你只要去clinic 問一下醫生 my得law 好 很簡單的一個辦法 很簡單的一個辦法 告訴別人 我們會用 my得law 好了 有些事情大家知道 一定要做的 但是 有些人忘記了做 你就會告訴他 你有問題 你現在要坐船出海 坐船出海 很冷的 大家都知道 這個加碼 大家都知道 common sense 不用教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坐船出海 一定很冷的 你一定要記住 戴一件jacket 一件複褲出去 你這樣也不知道 很冷 出海 還是晚上出海 很冷的 你這樣也不做 那時候 覺得你有問題 他就會說 你不是不知道 出海很冷 坐船的時候 要戴一件複褲的 覺得你有問題 你沒有戴複褲 就不對 那時候 我們會用這句話 你不是不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 香港夏天 那時候 會打風的 那所以呢 夏天 你就要 整天戴傘 戴傘 戴傘 出海 因為真的 香港的夏天 整天都會下雨 你不是不知道 香港的夏天 整天下雨 差不多是common sense 但如果你不戴傘 出海 人家會覺得你有問題 那時候你可以用這個圖 John和Mary聊天 其實我 不喜歡 燙衣 不過我喜歡 煮飯 不如這樣 家裡有這麼多家務 我現在 有個提議 有個提議 就是這樣 不如這樣 大家都沒有時間 大家都這麼忙 但是 你之前說 你說你很喜歡燙衣 你燙衣 我煮飯 那我們就可以快點做完家務 是不是 那May聽到這個提議之後 就覺得 嗯 嗯 這樣也好 好吧 我好久都沒有吃過你煮的菜 聽了你說的idea 說了你的提議之後 她會想一下 May會想一下 嗯 OK啊 這樣也好 這個是這樣也好 這樣也好 好吧 我聽你的意見 就你煮飯 我燙衣 不理啊 故事裡面 我們看到 不理啊 不理啊 我不想聽到你有excuse 你不要給我藉口 我不聽 我不聽 你一定要做這件事 做什麼呢 我明天演講 要用PowerPoint 不管啊 你今晚 不睡覺 都要幫我做好PowerPoint 說話的人一定是老闆 老闆明天要present 他要一個PowerPoint 所以很Urgent 很Urgent 很Urgent 所以無論發生什麼 無論你 你今晚要做什麼 約了什麼人 他不聽的了 他一定要你今晚 做好PowerPoint 交給他 好心理啦 好心理就是說 覺得 哎呀你不用這樣啦 你應該要做第二件事 譬如說 你每天都吃很多煙 吃太多煙 對身體不好的 所以呢 他覺得 他覺得 你應該要做第二件事 就是什麼 就是不要再吃了 你要戒了 你要quit smoking 要戒煙 戒煙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戒煙 就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的身體會有問題 所以他就用了一個 說法叫做好心理 好心理啦 不要再吃煙 你每天都吃這麼多煙 你再不肯戒煙 那你的身體就會越來越差的啦 那全部都在我今天講的故事裡面出現過的 那我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會更加明白 聽故事之外呢 還可以學到很多廣東話的生字 和廣東話的語法 希望可以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幫到大家啦 好再見 各位拜拜